最近到新西兰访问的大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说 就西藏实施野蛮黑暗残酷的封建农奴制 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而今天的西藏人民则是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查阅西藏及其他国家相关史料 并走访1959年以前曾生活于西藏的藏人 证实只有中共一家只称从前的西藏是农奴制 而所有其他史料尤其藏人自己的描述却截然不同 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人认为 所谓救西藏的事情是中共基于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 西藏的律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恶死人的事情 西藏也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 所有的藏人民的起义都是在共产党统治西藏以后爆发的 到现在为止除了中共以外 没有人认为西藏是一个农奴的制度 西藏是属于一种分剑性的制度 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在政府拥有土地下 这样一种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所以说都是有章可循的这样一个制度 陈破空考察得出 在中国战乱时期 西藏政府因奉行中立政策 没有卷入世界大战或周边战争 民众安居乐业 租耕土地的西藏农牧民上缴给土地拥有者的部分 包括赋税 仅占每年收成中的2%至4% 遇到天灾还可以免交 达瓦才人认为 在中共统治西藏后 当地的藏民失去了很多原有的权益 中共当局除了污蔑 就西藏人们生活猪狗不如之外 另外还有一套说辞也与此雷同 就是旧社会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社会人们翻身做主人 前泰国世界日报资深编辑张家震先生表示 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手法 共产党以前不是一个电影白毛里吗 那个歌词里面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就是郭冲他自己的 恰恰四次是什么感 共产党来的时候把多少的千千万万的 应该变成鬼 共产党这种骗书是中国人民都清楚的 张家震表示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 中共天天都在说 美国和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目前在中国过上幸福生活的 是中共权贵阶层 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幸福 张家震指出 中国的老百姓不能听天由命 由共产党去主宰 要像中东非洲的老百姓一样 起来反抗 否则一辈子也过不了幸福生活的 新唐人记者李俊 李安安 周天采访报道